你不觉得BBC它特别有这个负担 就是它一定要让全世界的小孩都学英语 如果说你对这个感性你可以找我要 我有它的全套的这个无损的MP4格式的网牌文件 不是有个笑话吗 说这个五千词在海淀够不够用 海淀可能不太够在美国可能够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他山遇见 我是坐标北京的主播小孟妈妈 我是坐标硅谷的主播王小明 我们是一档关注全球华人孩子和家长一起成长的教育栏目 如果你也是父母或者十分关心科技革命下的教育改革和终身成长 欢迎关注我们 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其实是诚意满满的给各位听众准备了非常多亲子陪伴的弹药和工具包 今天呢我们会毫无保留的将我们两个人调研过使用过的那些跨越国家穿越时空 这个经过考证的分级阅读绘本动画以及数字产品分享给大家 对我们两个人稍微有点可惜啊 因为这一期节目真的是全程无广告 所有的都是我们自己这个在过去的六七年中的试错和我们在实际实操过程当中觉得好的内容和产品 对对对 所以建议大家先收藏起来啊 免得以后找不着了 好牛都吃到这个地方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所以我们先来聊什么呀 我们先来聊最 我觉得热度最高的一个话题 也是我自己个人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就是英文的分级阅读 Leveled Books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当年学英语 在教材层面上最不一样的东西 当年我们小的时候 唯一的一个分级阅读可能就是心甘念英语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李雷和韩美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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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分级那个是噩梦 然后到了我们现在的孩子 他们哇真的是琳琅满目的教材 我觉得我自己在跟他们读材料的时候 我自己受益最多的就是这个分级阅读 所以我想先拿最前面的这个篇幅去聊一下 有哪些好的分级阅读 然后以及中国跟美国是否都用的是类似的教材 然后以及我推荐什么你推荐什么 分级阅读的起源 其实是来 我觉得是大概在2005年之后吧 2008年左右 逐渐的就是这些官员社或者这些出版社 他们从国外引进来了这个成体系的这种阅读 叫原版英语阅读 它是为了英语国家的小孩设计的对吧 对对叫原版 就是以前像新概念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ESL教材 就是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就是它是在中国非常的有名 可能母语为英语的小朋友是不会用的 但是到后来他们就引入了非常多 母语是英语的小朋友也会用的 就比如说以这个RAZ为代表的 就是Reading from A to Z为代表的 因为就是当时咱俩聊的时候 我也是从你这儿知道 其实加州的小朋友也是读RAZ的 对吧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加州其实还有好几套分析阅读的教材 其实看老师的偏好 看他喜欢有哪个 然后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在读RAZ的时候 是能明显的感觉到 他是每一个级别 在前面那个级别的基础上 堆砌了更多的词汇 让小朋友读着读着 词汇量就自然就起来了 尤其是他的阅读的词汇量 不是说他在听说词 是在阅读词汇量 他就突然间就认识那个单词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科学的 但是他在国内也受到了很多的诟病 就是我知道有一派 正统英式英语教育下长大的教授 他们是很反感RAZ的 他们觉得RAZ训练孩子阅读的 这个方法跟训练差的GPG 一个大模型是一样的 他们觉得特别的没有美感 觉得这个教材本身也没有美感 感觉都是随便选的图 就没有一种文学素养的输入 所以他们可能更就是去选取 就是英国那套体系出来的东西为主 比如说牛津术 比如说大猫 分极阅读 也是买了他们的一起来看 他确实是画面制度是精良非常多的 你就感觉明显是专业人画出来的 不像RAZ RAZ确实是每一幅画 没有什么美感 就他的画风不统一是吧 对对对 但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RAZ是我心中最好的分极王 没有质疑 就其他的 比如说牛津术或者是大猫 他们所有的这个虚构类型的内容非常多 我自己是认为到了一定的级别 非虚构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加入一些非虚构的内容进来 然后否则你的小朋友 他会一直在虚构的这个教材里头 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把这个词汇拿去使用 所以RAZ从刚开始 我就坚持执行了下去 我现在的整个的学习路线 就是以RAZ为主线 RAZ为主线 然后以其他所有的 无论是分极阅读 还是其他的绘本 都是当辅线 就是当他RAZ读类了 我会帮他挑一挑其他的 就当甜点啊 或者是当成一些那些配菜 然后来过来加入这个主菜里头 然后目前的这种方式是非常奏效的 小猫方问 你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这个分极阅读 我这大概分的什么极啊 它是以什么为标准划分的这个等级 每一个这个教材是不一样的 像比如RAZ 它在每一本 它背后都会有一个蓝丝值的对应值 就让你知道这个书的词汇量 是在哪个级别 就比如说它是450 600 然后以这个蓝丝值 就是Lexile 这个这个级别去对应 这个值其实我现在觉得 好像每一本RAZ 或者是我看的相应的 美国体系的教材 好像多用的是蓝丝值 你说这个我还真没关注过 因为我可能个人专业 不是在这边 所以我感觉这个多少词汇 你说500词 什么1000词 不是有个笑话吗 说这个5000词在海淀够不够用 海淀可能不太够 在美国可能够了 对于这个多少词能干什么事 其实在我的脑子里不是特别的清楚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代表了某一些听众吧 可能是对这个英语 尤其是推英语阅读这方面有兴趣 但是确实是这个摸不着头脑 对这个系统不了解 所以就是希望可以简化一点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300词是什么水平 是这个幼儿园小班的水平 还是给我们大概联系一下 行 就比如说就拿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就比如说以我儿子现在为例 他现在读到了REST的F 马上就会进入那个G 然后这个级别差不多就是在 250到450之间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级别 这个级别呢 如果说你到这个级别的最高等级 就是你全部都掌握了 就是450 那你刚好就是一个可以看懂小猪佩奇 OK 小猪佩奇是450左右 然后大概是他推荐的给这个小孩 有没有年龄的推荐 就咱们就拿英语国家的英语世界 英语母语的小孩来说 是大概比如说学龄前 是说进入小学以前 是说大家他差不多应该有这样一个词汇 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美国的要求啊 就是整个的REST上面的 就首先国内肯定是这个级别 都已经够五年级到六年级的这个这个英语水平了 是吗 对 小猪五年级还在看小猪佩奇吗 他的课本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刚开学 我看了一下他新改版的教材 英语教材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然后他一直到小学五年级六年级 我觉得你拿着这个蓝丝纸差不多500 都应该算是可以过关的 当然我学霸除外啊 但是我觉得在美国的话 就是F级别 应该是一个一年级到二年级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 对对对 差不多是一年级二年级的水平 其实英文的小孩 他的英语学习确实是 他是先能听懂 先能说 像我们学习中文一样 然后他其实 当他在说分级阅读的时候 他其实主要是读和拼 reading和writing 就在那个时候 其实他的说和听 其实都已经没有问题了 就是我相信他在小学 进入小学之前 能够听懂小猪配器 但是他不一定 那小猪配器 如果你把声音关了 你光给他打字幕 他可能就懵了 我懂 是是 你说的非常对 所以他在叫做分级阅读 就是他是阅读能力 对 他主要是为了阅读而设计在这么一套体系 对 然后听说读写 他的四个是 就是非常严格的按照这个数据来的 就是听 读写 对于任何英文语言 哪怕是我们语文 就是中文 对吧 都是一模一样 对对对 先听再说 然后再读再写 我觉得你的孩子 跟我的孩子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本 你的孩子 可能我们俩讨论 你的孩子学习中文 可能更合适 因为你会发现是一样的 对是一样的 不不不 我觉得我的小孩差不多 就他们俩都是六岁对吧 然后我们的老大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英语水平 真的也差不多 你是说跟国内的小朋友差不多吗 就是跟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还是比较领先的 我觉得可能阅读认识的单词 可能会 如果你用一种标准去测的话 可能会稍微类似 但听说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就听说 因为就是听说 像母语是英语的小朋友 她是听说先行嘛 然后读后 就是往后走 对对对 但是你可以反向的 去理解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说是你的闺女 你让她去读一本 中文的分级阅读 你会发现她会认识很多字 但是可能她平常输入 或者听没有那么多 所以她说着说着 还是带口音的 就她说中文 还是会带口音的 就我们家情况是一样的 就是你给她 你给她那个字打在公屏上 她立马就能够 跟你认出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她现在甚至都可以 会认出一些比较难的词 什么wonderful 这种词她都可以 直接把那个给认出来 但是你让她用wonderful 说一句非常标准的 生活上的句子 她是说不出来的 就是已经 她会带着一些 明显的语法错误 去跟你去沟通 但你让她去读 你都发现她是有这个能力的 因为她其实之前 是进入了非常多的 大量的听 我觉得这个是就先行的 你说说美国的资源嘛 你觉得就是 比如像我刚才取句的RED 美国还有什么 比较受欢迎的分剧阅读 对对对 除了RED以外 试面也比较多的 就是有个叫 I Can Read系列 然后之所以我说 试面比较多 是因为这个 这一套书图书馆 特别特别多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书 都是从图书馆 免费的 借的 或者是 直接带到图书馆去读 然后走的时候 也不带走 然后I Can Read的 这个系列呢 它有一些知名的IP 跟它一起合作 比如说我们 这个国内小学生 非常熟悉的小马宝丽啊 小马宝丽 其实它是有 它的背景的故事的 然后它主要是 就是小马 小马们之间的友谊 它围绕它的友谊 发展的一些故事 然后它这个故事的主题 都是可能 就是根据小孩子 这个年龄段 会出现的一些情景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小马受伤了 另外小马帮助他 安慰他 还是说一个小马 得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小马 有点嫉妒了 然后他们怎么样 去学会一起去相处啊 就是它 它其实就是有 各种各样的这个 背景故事在里面 然后这个I Can Read的系列 其中小马宝丽 就是一个其他 其中合作的一个IP 然后让他能够 把这些阅读 安排在 就是插入到他的 那个生活的 那个语境当中去 然后I Can Read的主要呢 是有五个level 它从第一个level 叫做My Very First 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基础的 它比如说 可能连完整的句子都没有 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短的 比如说 This is big or that is small 这种稍微 有点像鸭鸭学语 那种小孩 可能会说出来的话 会不会听到的一些词 然后呢 是My First Reading My First Reading 就比较有意思了 它其实设计的是说 这个小孩还不能 完全独立的阅读 但是呢 它可以介绍了一些语言的 基本的一些结构 然后比如说押韵 但它不会说什么名词动词 这样直接的 就用从语法的角度 去给你解析了 但是你是能看到的 就是这个元素 这个语法 这个主位宾 什么的 都是融入到 它这个课文的设计里面去了 然后从beginning 然后是reading one two three 接下来的三个level 就是第一个level 就是你 就是还是家长 要跟着一起读 然后呢 第二个是with help 就是说 有帮助下可以阅读 就比如说小孩能读 百分之七八十 然后偶尔呢 还是去遇到一些 不会读的字 然后家长可能会 能够解释一下 然后到了reading three的时候 它就是 这个小孩可以 完全独立自主的 读完这个书 four是advanced reading 然后它主要是一些 chapter book chapter book就是章节书 然后说paragraph 对不对 说短的一些 与其一个对话 一个人一句 它可能是有一些 叙述性的内容 然后这些内容 可能是交代 更多的一些背景的 这个故事的背景信息 然后它可能 就一次给你一个段落 然后这个是level four advanced reading 之前你跟我 你跟我说了 那个peter cat 然后我就马上去 peter多像下班了 然后我就买回来 哇 然后停不下来 它自己在那看 然后看的就 很兴奋你知道吗 然后我觉得 就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 i can read系列 我很早之前就停不过 但我一直都没有入手 因为我们家的绘本太多了 但是我为了做这期节目 就拿去 去研究了一下 这个i can read的系列 然后我感觉 它确实有画风 然后以及它的 朗读 就是它的音频质量 也是很高的 我觉得分级阅读的 这些东西 你平常跟它读完了之后 你一定要拿它的音频 给小孩早上起来 读摸耳朵用 然后以前我会拿RAS 来摸耳朵 但是RAS的音频 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它感觉你是一个 robot在读书 你知道吗 你是说这个音频 是这个书本身 就这个书本身自带的 什么 就是它给 出版商给你录好的 对对 非常好 你在YouTube上 应该也能找着 然后国内是 但YouTube上 主要是一些 比如说博主录的 或者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也会 给大家demo一下 然后这个读 读英文绘本的时候 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对我觉得你 先预告一下 你可以 刚好你可以展示一下 就是在 你作为一个 你的儿子女儿 全部都是native speaker 你怎么跟他们 读这个东西 我努力的去追上他们 对 你接着说 你接着说Peter Cat 对我说Peter Cat 就是Peter Cat 它就音频质量都很高 然后非常有趣 然后很适合摸耳朵 而且国内的这个 东西是非常非常全的 这点是让我觉得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当然它有可能 不是正版 像比如像Rez 或者是牛金树 它是因为已经 跟官方合作了 所以它是 有正版引进途径的 然后但是呢 这样子的话 它就价格是很高的 就比如说像牛金树 你要全部买的 大概要五六千块钱的 是非常非常贵的 然后像Peter Cat 还有你刚才说的 那个My Little Pony 它其实是 就是市面上的合作 商家非常的散 我觉得现在还是 大竞争状态 我觉得是 肯定现在是 不同的出版社 在出击去找它 去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消费者 是受益的 因为你还没有 就一定要用那么高价格 去买那个正版的 这样的一个 你现在还不到这个阶段 对 但是你是能买到的 对 我还有一点 比较喜欢 I Can Read 这个系列 就是说它 每一本都特别薄 就是它每一本 可能就 正版面加在一起 可能就20页左右 就算是它的一个体量 至少从初级来讲 所以它小孩 拿在手里 没有这个负担 就它这个 可能一翻就翻完了 就是包括你家长 在人家读绘本呢 或者读这个分级阅读的时候 虽然它小孩可能会让你 跟它重复个 重复个五遍六遍 但是至少每一遍都很短 对 是 我觉得I Can Read 是完全可以 放心大胆地推荐 给各位听友的 如果你想去 拓宽一些孩子的 这个阅读面 然后这个资源也非常多 如果你以外 我身边知道有两个家长 并且是高年级的 父母的家长 在阅读了非常多的 这个英文汇本之后 跟我说 国内其实 他觉得I Can Read 是一套 各个方面都拿得出手的 这个分级阅读 就读起来 小朋友也很开心 然后对于画面 有追求的老师 也不会说他不好 对对对 他的画风 就是因为他是走的是 和不同IP合作的路线 所以他每一个IP的画风 都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刚才说的Peter Cat 就是他的画风 是那种像小孩画的那种 然后他的线 可能红线也不平 竖线也不直 然后他整个涂色 整个人的风格 然后他主角是这种 丧丧的一个小猫咪 然后就整个画风 特别特别可爱 特别 跟小孩能够有共鸣 我觉得 我们家刚开学 9月1号 然后老师说 小朋友们每个人 带一本课外书 到班上去坐着 然后我们班班主任 是语言老师 然后我就给他塞了 塞了一本Peter Cat 然后回来之后 他可高兴了 他说 妈妈 你给我放了一本Peter Cat 好好玩啊 自己在那看 对 当课外书看特别好 好 然后我觉得 我们刚才就是 讨论的挺多 不同的分级阅读的 然后刚才我们 说的比较多的 就是R.A.Z Reading from A to Z 还有牛津术 然后以及你 你强烈推荐的 并且我觉得 也是非常值得推荐 就是I can read的系列 我还有个 就是 我就本着 就是大家给大家提供 多一个选择吧 其实我还 我还特别推荐一个 在美国特别常见的 他叫做 Schlastic 然后他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出版商 他除了出这个绘本 然后出分级阅读以外 他还出杂志 然后所以他就是一个 全方位的少儿 的一个少儿读物的 这么的一个出版商 然后他的分级阅读 也挺有意思 而且他这个 非常老牌的公司 我们那个小孩 班主任的教室里 就是他有一些 非常非常老的书 就是你看那个插图 就是感觉 后面都是60年代美国 那种感觉 然后他也是Schlastic 所以至少 他们在出版的 这个方面 是非常有经验的 还有几个最近的IP 也是特别受欢迎 你这么说 我突然间想起来了 我一会儿要讲的 那个Flyguys 好像就是Schlastic出的 因为每次我在放 他们家音频的时候 他就会说 Schlastic presents Flyguys 我倒是一直在想 Schlastic是什么 原来是这个 OK明白了 然后他每年 其实会从 会到我们 各个美国的各个小学 去做这个 叫做Book Fair 就是图书 图书展 就是像我们学校 每年都会来 他就会 那一个礼拜 然后在图书馆里 然后摆摊 然后摆上他最新的一些 最欢迎的一些 出版物 然后你的小孩 可以去逛 逛完了以后 每个人给一张纸 小小小组条 然后上面写 你想买的 清单 1234567 然后会有 你如果自己写的不好的话 会有家长 Volunteer 就是志愿者 会帮你把你写的 想要的书写下来 然后呢 你家长就可以 就是直接付款 然后你可以 甚至你可以带着小孩 直接一起去逛这个书展 就在校园里 然后你就可以当场付款 当场就把书可以拿走 然后那学校的 学校办这个以后 那可能当时销量的 百分之多少 比如说10 百分之20这样 就是学校可以 相当于从 从里面抽成 所以学校其实也很愿意 去做这个书展 我女儿现在是在 Level I 然后她们用的 就是这个 Sklastic的分级阅读 但是这个整个书 整个内容 就是比较古早吧 然后呢 我们其实今天 除了这个分级阅读之后 我刚才有说 我就是其实我觉得 国内的家长 可以以一套分级阅读 作为主线 你可以选 你不一定要选RZ 你可以选牛精术 你可以选大猫 但是你一定要 有一套东西是主线 然后接下来的 就是你头位 给你孩子 浮现的内容 那么我觉得 就是一些 非常高质量的绘本 跟动画片 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我觉得刚好 是第二部分 我们想聊一聊 就是在过去的 这个六七年 我们有没有遇到过 一些非常推荐的 绘本和动画片 有没有推荐 分级阅读 我们大概是进入了 快要进入小学了以后 才开始设计 但是绘本 我们真是从 可能一岁不到 就开始读 然后跟他们一起 其实就是一个 亲子时间 就是你绘本 只是说 并不是为了读书 而读书 只是说你跟小孩 在一起 你总得找点事干 然后正好绘本 又有图片 然后又能讲故事 所以小孩子 就特别特别喜欢 我们近几年 最喜欢的一套绘本 就是叫 Elephant and Piggy 翻译中 中文叫做 开心小猪和大象哥哥 国内叫 小猪小象 小猪小象 对 小猪小象 特别有名 对对对对 然后这是一个 特别棒的一个绘本 它的作者叫做 Mo Williams 然后它的特点 就是它这个 它的画面感特别强 它有点 有点像电影的 分镜那种感觉 就是可能 它都是以对话的形式 就是这个小猪 和这个小象 他们两个在对话 然后它对话的时候 可能每个人的表情是 这个表情是一张 然后下一个反应 就是那个人说了一句话 它的反应是另外一张 就是它每一页里面 不会超过三句话 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人物 特别特别生动 特别形象 然后呢 让小孩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们家小孩 就是哈哈哈哈 狂叫 对我非常同意 这个我们家也有 然后也是我买了之后 就笑得停不下来 微表情无比之丰富 微表情特别丰富 对没错 对 我觉得就是Elephant and Piggy 国内其实已经把它 翻译成中文版了 然后应该是 当当上都有卖 那个就是你把它 你单纯的去读中文 你都觉得很好笑 就是我觉得现在在国内 就是你去一些大的书展上 你都能看到 中文跟英文的东西 都已经在书架上 已经卖出来了 就我觉得强推 强推 非常同意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刚才 我们聊到了 就是说你读绘本的时候 它本身的绘本 就是设计的是 表情非常夸张 然后它的两个人的互动 是非常有趣的 但是你读的时候 我觉得你怎么 能把它读出来呢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点演示吧 然后就是我们选了一个小猪和小象里面的有一本书 也是我和小孩最喜欢的一本 叫做我真的很喜欢干水 来来来 我非常的期待你开始吧 开始你的表演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可以多做一期这个绘本演绎的博客 我觉得跟小朋友读绘本 你一定要演出来 就是你作为一个家长 你要把它演出来 来你开始你的表演 你就是一定要这个细精附体 然后你就奔着奥斯卡去了 它就是主要的故事 就是讲这个小猪 它有一天 它特别喜欢吃干水嘛 因为它是竹马 但是这个大象从来没有见过干水这种东西 然后它闻到了以后就觉得特别上头这个味 所以他们就在讨论 就是你怎么能吃这个呢 然后这个小猪就说 你是我的好朋友 你应该尝一口啊 然后这个大象就是为了他的友情 然后就尝了一口 最后还是不喜欢 但是他还是就是很支持他的朋友 然后也没有因为他吃这么恶心的东西就瞧不起他 大概这样一个故事 那我就先读一位英文本身 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不带感情毒是什么样 然后你带着感情毒是什么样 然后这个小猪端着干水都来了 好 现在无感情 无感情工具人读法 好 这个就是工具人版本 所以召唤我的这个妈妈版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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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Gerald Hi Piggy Yikes What is that? This is slop Slop Yummy yummy slop Yummy You'll eat that Sure I eat this Pigs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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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slop 好 哇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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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应该有掌声 我差点以为你要去吃一下slop 尝一尝 No 画面里面这个小竹端 那个绿色的上面飘着味道的 然后旁边还有苍蝇围着它 所以就是特别有画面感 所以你要给它配上一个非常有动画感的声音 然后去读 然后刚才可能大家也听出来了 我尽量是用不同的声线去读小猪和大象 然后就把这两个人物都尽量给它区分出来 对 非常明显 我觉得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展示 就是本来我们想说的事情就是说 就是读绘本这个事情啊 就真正你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家长其实就是把自己当成树里面的一个人物 然后去让孩子感受到你也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让孩子就会很容易的愿意跟你一起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 然后你其实也在这个过程中跟孩子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 然后就孩子也愿意跟你读 我觉得其实你也很快乐 对对对 是的是 我觉得我演得很过瘾 而且就是你等孩子对这个文本比较熟悉了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角色扮演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一边开车一边 就是这本书因为我们读的太长了 所以他每一句话他都能记住 就在他能认字之前他都已经先背下来了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车里就说 他就说妈妈你读你是Elevan我是Piggy 然后我们就是读一遍 然后再次反过来说 妈你这次你读Piggy 然后我读 对就是你还可以有一个不同的这个互动 就挺好玩的 你们家两个孩子都喜欢这本书吗 都特别喜欢 对 但是弟弟的阅读还是不太行 所以我们回头打算就是 等把弟弟也带出来了以后 他们俩就去吧 你们两个开始你们的表演 我就可以坐在沙发上看 对 我觉得就是你说的特别好 就是绘本就先是爸妈妈读 然后就可以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演一段 然后我们让两个孩子 你表演出来了之后 我觉得就是这个绘本 就真正的达到了他们目的 是的是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这边想推荐的就是 刚才你说的那个 Scholastic Present Fly Guys 结账了 对 然后Fly Guys也是一套美系的书 然后讲的是一个苍蝇 然后他的那个 男主人 他讲什么宠物呢 他讲了一只苍蝇 这个苍蝇就叫Fly Guys 然后这个Fly Guys 他只会说一句话 他就是Buzz 然后这个Buzz 这个Buzz就是这个男主人的名字 他的名字就叫Buzz 所以男主人觉得 你就是会叫我的名字 那我们俩是个好朋友吧 然后他们从此就开始了 浪漫的友情之旅 然后这个Buzz 就是苍蝇和这个男主人 就发生了无数个故事 还有他们彼此都认识了 一个女苍蝇和一个女主人 然后就是有无数个 这种很快乐的小故事 然后这本书的历史也很长了 也这个书的那个老爷爷 都应该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的IP在美国应该是 我觉得在Amazon上 我刚才搜了一下 应该也是 还挺受欢迎的 然后读起来 目前为止 我自己的感受是很有趣 就是小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爱感 就是刚刚我们现在聊分级阅读 分级阅读 然后再上绘本 其实你知道前两天 我去参加一个语文课的培训 然后我发现中文书 也开始出分级阅读了 就完全是学了英语学习的那套东西 那套表现方式 那套就是刚才你读 那个Elephant and Piggy 那套就是情景演义的方式 它也出了很多中文版本的 分级阅读和中文版本的 这种适合小朋友去表演的绘本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非常同用 语文跟英语都非常同 对对对 我觉得你这个表演呢 就是你阅读 其实你不止训练的是一个语言 对吧 你当然用它来抹耳朵 能够介绍一些诗生字 然后这个单词什么的 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 其实就是一个表演的训练 包括你可以让小孩就说 当然这个 不是说你以这个 以功力的为目的啊 但是你可以确实可以 让他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然后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来一段 这个阅读的这个小表演 然后不是为了说 让小别人显摆自己孩子怎么样 但是确实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很愿意去投入 然后他也锻炼他的这个 public speaking啊 然后成人面前讲话呀 然后他的动作呀 他肢体呀 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训练到的 对对对 是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想进入一个数字领域 就digital content 我觉得每个小朋友在长大的过程中 都不太可能不看动画片 然后现在动画片一开就是琳琅满目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期初假的时候 你把两个娃带回来的时候 我也发现小朋友们看动画片都不一样 对对对 而且其实我很好奇就是 美国主流的动画片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国内的动画片 其实大家都看得都非常类似 什么小猪佩奇啊 什么这个 这个是Paw Patrol啊 就这种IP也是围绕在这些 主流的动画片上做出来的一些玩具 就在美国 就是比如说以你和你周围的小朋友为代表的 比如母语是英语的小说 他们会看什么样子的动画片 OK 好的 我介绍几个吧 其实我们说实话也是看很多的 这个英制动画片 像小猪佩奇就是属于英国的 它是也是阴影 然后它是故事背景的整个的一个 虽然是生活 但它的生活场景是英国的生活 就是英国的英式的生活场景 所以在我们看的时候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它也是一个 也是虽然不是外语 但是一个外国引进的一个动画片 推荐几个其他 我觉得也是情绪观影的吧 这种小孩最近比较喜欢的 然后先说从年龄来看 就是从特别低幼的时候 他们其实喜欢看的一个美国的本土的出的一个 show 叫做Daniel Tiger Daniel Tiger's Neighborhood 它就是讲一个小老虎 然后它是它有一个妹妹 然后是爸爸妈妈 也奶奶住在一个neighborhood 然后这个neighborhood里还有其他的小朋友 然后它的整个的主题就是特别的善良 它是里面是没有恶人的 但它有一些情景 我觉得特别的给我帮助 比如说有一集就是Daniel Tiger 这个小老虎 它生病了 然后它要去医院 所以它去看病 所以它就通过这个 整个大概一个40分钟左右的一个 show吧 就是介绍了 你正生病了以后 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你去医院 医院有谁在哪 然后医院里会发生什么 然后它最后每一个 show 在最后的结尾 大概的五分钟 它会给你展示一下这个实景是怎么样 就是真人的 所以就是我们用这个Daniel Tiger 除了就是让小孩学了一些 比较美好的一些体制吧 从Daniel Tiger 和他小朋友身上看到一些 美好的品质 我们还用它来去 因为它是美国的本土的时候 就它的生活场景 是美国的生活场景 所以在我们 比如说Daniel Tiger 去医院的时候 我们小孩正好也要去医院看病了 那所以之前就先给它放一遍 让它了解一下 这个大概什么流程 就是他们要跟学校出去玩了 那我们可能也就是去旅行 那我们也放一下 Daniel Tiger 和家人一起旅行 这一期 然后就给小孩一个预告 就告诉他 这个旅行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这个DU 对对对 大概是 我觉得想到四岁吧 是比较合适的 对 再大一点就不喜欢这么小而美 美丽的画面 对对对 它是有点像这个简直的 这种2D的 挺可爱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英语启蒙的 它是BBC的 它叫Alpha Blocks 它其实还有系列叫做 Number Blocks Color Blocks 就是什么什么blocks Something Blocks 对对对 Some something blocks 然后它就是介绍一个 Alpha Blocks 就是专门介绍 Phonic 对 自然拼读 自然拼读 对 而且它这个画风 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奇丑无比 就是 对 这个在国内现在很火的 因为自然拼读火起来之后 Alpha Blocks 就变得特别火 对 它就真的是 很实用 就比如说它 就是一个人 一个A 它就会说 啊 然后 然后就会不断地重复 这种因素 这个element 但是它真的有 那天我儿子晚上 学到了那个X 读 然后他就像个神经病 一样 回到家里 拿着一个手 就要削我 你知道吗 他说妈妈 然后 然后神经病 这个Alpha Blocks 这个人物 它每一个字母 是一个Blog 然后他出场的时候 就是带着他 自己的这个音 出场 对 我补充一下 Alpha Blocks 你要是真的是 把它看完了 真的是省去了你去学 自然拼读的那个劲 你知道吗 就是它就瞬间 它很快就get到 自然拼读的意思了 而且很有 就可以把一个 非常难学的东西 变得很有趣 没错 没错 对对对 Number Blocks 它其实也说 Number的形式 去介绍了一些数字 包括数字之间的 量级的比较 20以内 20以内加减法 强推啊 Number Blocks 对强推 就是你看完这个 Number Blocks 20以内 甚至100以内加减法 就没问题 不用再 它特别形象 Color Blocks 也是介绍一些 这个颜色 绘画的这些基础 Color Blocks 我是第一次听 前面两个 都已经火都飙飙了 我相信它最后 可能还会再出 别的Blocks Something Blocks 然后再一个就是 介绍一个 男孩喜欢的 这个show吧 就是因为 好多的小女孩 好多的show 我觉得像 九十佩奇 其实喜欢的 还是可能 女生偏多一点 然后有一个 我们家儿子 特别特别 喜欢的一个show 叫做Blaze The Monster Machine Blaze The Monster Machine 对 它是一个 怪兽卡车 为主题的 就是它这里面 所有的角色 都是怪兽卡车 这个show的 中文是有的 我这次回国的时候 看到有电视台 在放这个中文版 Blaze And The Monster Machines 的中文版 叫做 旋风战车队 旋风战车队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 它是所有的 都是怪兽卡车 就那种 轮子特别特别大 然后 这个 特别特别高 然后这个轮 这车都升高 然后一般都是 一种越野车的 这种 顶 然后它其实 它是 在美国 有一个Monster Truck 这个文化 就是我们去看过 现场版 就是这个 这个车 它真的会被改装成 这样 它是以一个卡车 为蓝本 然后改装成这种 特别特别酷炫的 这种车 然后它 声音非常大 然后它可以做 很多的动作 比如说 倒立 它可以用两个轮子 当然是非常 有经验的 这个驾驶员 然后两个轮子 站在那 然后另外两个轮子 翘在天上 Monster Truck 本身非常流行 所以就是衍生 出来这个动画片 然后这个 所有的Monster Truck 就是怪兽卡车 在动画片里 也都是 飞烟走壁 就是各种翻转 我能想象 这个东西 就是小男孩的最爱 小女孩 看着看着就懵了 而且也分人啊 分人分人 对对对 确实我们家儿子 更喜欢 蛮好的 我这边也推荐 就是三个 我觉得 实操下来 非常有效果的 因为今天 我们还是主要是 以学英语为主题 我觉得蛮有效果的 第一个是压科蒂 压科蒂是 非常非常适合 三四岁的小朋友的 就是它是一个开口的 也是一个BBC做的 就是 你看英国人 就是非常的会赚钱 然后就是 它是采访着 不同的种族的 英语小朋友 比如说今天 我这个词 要教大家banana 然后它就会有四个模块 像抽奖一样 抽到了banana 然后压科蒂就会跳出来 采访这个小朋友说 You say banana 然后那小朋友就不说 然后最后他说 Let's try again 然后这个小朋友 然后这个压科蒂 就会跑去问 无数个小朋友 然后呢 那小朋友就说 Yummy banana 然后就会加 无数个形容词在前头 最后这个刚开始 不开口的这个小朋友 终于在压科蒂的鼓动下 鼓动下 鼓励下 终于开口了 来来来 Banana 好 每一集讲一个词 简不简单 它其实也是 以这个语言发展 这个导向 非常明确的 这么一个 对 它非常适合学英语 然后它也不枯燥 就小朋友 刚开始看着的时候呢 它最后看到了 那个小朋友 从不愿意说banana 到愿意说 它也会很感动 然后它也会 马上播出一个词 banana 然后压科蒂就会表扬它 BBC非常流行的 就是压科蒂 现在在国内 也很受欢迎 也是分级别 刚开始就是很简单的 一些词汇 到后来就会稍微 高级一点的一些 但它都是跟你的 生活场景 息息相关的一些词汇 就是压科蒂 然后第二个是 我小的时候看 然后后来我发现 惊奇的发现 现在还有 叫Big Muzzy 马哲的故事 就我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在89年 88年左右的时候 马哲的故事当时是 也是被英国引到国内 然后被中央电视台 制作成了纪录片 然后当时有个主持人 叫许格辉 把它做成了一套教材 然后就是给大家讲 那个时候 我爸爸没想到 给我放磁带 然后我听得真的是 觉得好好玩 太有意思了 怎么还有这么好玩的故事 讲的是一个Gondaland 就是一个国王跟王后 他们一个家族的故事 然后在这个里头 有无数个学英语的场景 比如说 时间 方向 方位 前后左右 然后他把所有东西 都融进了一个大的故事里头 然后因为这个故事 讲得特别的好 以至于那天我 我发现他已经被制作成了 非常精美的动画片 你在B站上 任何地方搜 你都可以搜出来 然后我也是把它拿过来 如果说你对这个感性 你也可以找我要 我有他的全套的 这个无损的 MP4格式的 网牌文件 然后给我的孩子看 然后他也是很开心 这个我之所以要说的原因 是因为 他也是适合 ESL的小朋友 就是母语 不是音乐的小朋友 他里头有层体系的 就是他不是为了讲情节 而做的动画片 他是为了讲英语 说的这个动画片 你不觉得BBC 他特别有这个负担 就是他一定要让 全世界的小孩都学英语 对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其实我很好奇 母语是音乐 小朋友行不选 因为真的很有意思 可以可以 我回去试一下 对 然后我觉得 雅各地跟BKMZ 都是适合小童 就是大概 三岁到五岁左右吧 然后呢 如果说是你的听说词 会量积累到了 一定的地步的话 就是最近 我们家是 被迫入了一个动画片 叫奥许多 Messie goes to Octo 我推这个的原因是 因为这个不是 我给他俩选的动画片 是他俩自己看着看着 就一直在看下去 这个动画片 像雅各地 BKMZ 还有其他那些 刚才说的 都是我们其实大人 是有做一个 主动选择的过程的 但是奥许多是 就是我们买了一个 我们家有一个APP 他推出来了之后 他俩自己找到了 然后自己开始 一直看下去 然后他也是英国的 一个动画片 然后他每一集 讲了一个科学现象 比如说这一集 给你讲电路的原理 电视是怎么亮的 对这一集给你讲 为什么会下雨 就他每一集 都是一个科学的小实验 然后我觉得 对于孩子的理科思维 他发现是非常厉害的 那天我儿子突然间 就是直接跑过来 就问我 他说你知道 circuits是什么吗 然后他说 妈妈我知道一个词 电路叫circuits 然后我当时都很无语 然后我说 你看什么 看到这个 他说我看奥许多 看到的 他说奥许多那一集 就讲的是电流 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我当时就 我靠 我当时都觉得 好厉害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看 看完了这一集 但是奥许多他比较适合 已经有一定的认知了 对科学感兴趣的小朋友 就比如说六七岁 我感觉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年纪 然后看完之后 他开始自学英语 他看完这个之后 我本来是想让他学英语的 他结果他 不仅仅看完这个片子 自学了英语 他还学了很多奇怪的 自然知识 科学知识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 承接吧 就先是以ESL为主的 这个动画片 然后其实就是奥许多 奥许多就是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看 然后我们东西有点多 可以用文字的形式 把总结出来 放在show notes里头 如果对于某一个 某一个本书的title 或者是这个中英文翻译 它书名记不清楚的话 欢迎大家去show notes 看一下我们具体的这个介绍 今天呢我们也是 花了很大的篇幅 去介绍我们现在 自己使用的一些 亲子陪伴的工具包 包括这个分级阅读 绘本动画 然后我们也希望 你能够喜欢 今天的这期节目 然后如果你要是 有你自己很推荐 这个内容 也欢迎你能够 给我们留言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